這次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去看那個草本經跟木本經的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當然會有那個年輪跟沒有年輪的可能性 可是其實不管是草本木本或木本年輕的經 他都曾經經歷了這一個階段 就是環狀排列 那雙子葉的經大部分的情況應該都可以找到微環樹形成層 這樣麻煩你一定要這樣自己 你不要自己形成層三個字 因為我們等一下馬上就要講到另外一種形成層 那形成層大致上是貫穿微環樹 所以如果你只看雙子葉的草本經或木本 木本然後年輕的經 一般來說一到兩年內應該都還算年輕 這個時候你們有可能只會看到標題 然後標題之下還沒有到微環樹之前這個地方 是由磨皮細胞所形成的皮層 所以皮層這個部位跟鈕筋也有 然後緊接著就是微環樹 微環樹的話會先遇到韌皮部 然後再遇到微環樹形成層 然後再遇到薄脂部 然後再遇到水 鞋裡面的 然後再遇到水 鞋裡面的 可以上次講 然後再遇到水 鞋裡面的 哪些植物哪些部位會出現水這個溝灶 我們在單子葉的根去過一次嘛 因為單子葉它這個木子部的皮部是剖開到一圈嘛 對不對 所以在它的中柱的中間的地方就會出現水 雙子葉環狀排列中間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空隙 所以這個地方也會有水這個部位 好 如果你現在是雙子葉草本或雙子葉木本年輕的時候 一定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兩個在走路 所以這個樣子要對出現水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已經可不可以 真的要對出現水這個地方 他會有水這個地方 很新的醜 原來就是這部分 所以我會幫你買水到水 我會幫你購入 won 但你們這個地方 我會幫你買水這個地方 我會把水水做好 ó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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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蓝色会不会看起来很辛苦 蓝色跟绿色赶快选一下 哪个比较明显 绿色 绿好绿好 所以大家就把所有的韧皮部填起来了 因为尾管术形成成的最大的好处是 它可以不断的分裂产生新的细胞 你看 所以后来它从年轻到变老化成熟这个过程当中 由它分裂向外堆出去的细胞 要贡献在韧皮部的这个部分呢 后来呢就可以在原本不连续的韧皮部时间呢 把这个空间也连起来了 你看 所以后来它走向成... 经走向成熟就木纹 经走向草本就没有 草本一直为止这样 木纹的话 它后来再进去增加了韧皮部的细胞呢 可以让原本不相比的韧皮部先连起来 那没有那么漂亮 因为它画的是层次而已 没有那么漂亮 那大致上 现在呢 韧皮部已经不再是像间断的分布了 而是连续性的分布 你们看哦 所以现在呢 这皮部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层次 好 这是这皮部的部分 那 木质部的部分的话 木质部的部分也会自己编起来 因为后来维管竖型的层 向内分裂所形成的 新的木质部 也会让原本 木质部跟木质部之间 木质部、木质部之间 本来是断开的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会开始出现木质部的细胞 所以它们就连起来 那当然前面的几年 可能 那个 连起来的那个层次的分布呢 还不是那么漂亮 可是 紧急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讲有黏轮的 你们就比较熟了 后来不是出现黏轮吗 所以黏轮主要是因为 木质部的细胞病比较厚 所以比较不会坏掉 然后呢 木质部的细胞又是堆在筋的里面 所以比较不会被撑破 那细胞病又厚 保存性可能又比较好 所以 过了几年之后呢 在木质部当中 可能就有机会 开始出现一圈一圈的 那个黏轮 你看哈 好 所以这是内部的变化 就是 现在呢 任皮部四层一层 维老树形成层还在 仍然是多在任皮部到木质部之间 木质部 因为可以逐年累积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会形成黏轮 什么情况会形成黏轮 我这就却过了 你看哈 那就算不形成黏轮的话 大致上 木质部比较能够堆 所以它会越堆越厚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 这个筋呢 随着木质部逐年的堆积 然后整个筋的外观的路过直径呢 就逐渐的往外撑开 在当年一开始的那个保路过道表皮 它到后来的时候会被撑破 而且很不幸的 表皮没有后来可以继续增加细胞的来源 为什么 你去看 你去看 灵性表皮 最有可能的细胞来源应该是谁 所以提供细胞来源是谁 形成层是不是可以 就是形成层在哪边 你 形成层在这里 表皮在这里 中间还要画过什么 还要画过一个皮层 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细胞一分裂之后 产生两个哦 一朵跳到这边给你 可以理解吗 所以后来的表皮 没有额外的细胞供应来源 表皮会被撑破 那撑破就表示这个植物 就会散失的 保护的表面的构造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当然不行 所以呢 双子的木本的 的柚精 就是年轻的精 到成熟 这个过程 它就从 还是要用到蓝色 我要算是用红色 它就从表皮下的薄力细胞 靠外面这个地方 重新做一个形成层 那我们就用同样的颜色 再调表达 好 然后 接下来 由这个新的形成层 向外分裂 产生 一些透臂的死细胞 用来形成新的保护层 那因为它是死细胞堆出来了 所以它的表面通常不会很规整 好 所以 木本精 往内 所有任皮部 构成自己一个层次 然后 木质部也是一样 对不对 跟原本年轻的时候有差别 往外的这个部分呢 表皮消失了 MIRROR表皮 产生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个 叫做 木酸层 而负责产生 木酸层的细胞来源的是 由 当初的皮层 紧贴的表皮附近的细胞 然后呢 它变形了 它 产生具有分裂的能力 我们把这个地方 叫做 木酸层 形成层 形成层 所以它加这个字 所以你看 木酸形成层 所以 它分裂出去的细胞 要给谁用 它分裂出去的细胞 一个是给谁用 一个是给木酸层用 好 伴随着经逐年的长出 所以那个保肤层呢 要稳定的维持 它一定的厚度 你看到 所以它向外分裂 就产生 木酸层所需要的 这个 后臂的死细胞 木酸细胞 后臂 然后死细胞 表皮是活细胞 这是一个前后很大的 这个对照的差别 你看 可是既然落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从原本的保肤层 到 尾管素形成层之间 是不是有 韧皮部 然后还有皮层 所以 这个皮层 也有相同的问题 这个皮层 会随着经 不断的长大的过程 这个地方 也没有 适当的 细胞的补充来源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 从尾管素形成层 分裂细胞 跳到这个地方来用 这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你分裂出去的细胞 一定是在它的附近产生嘛 对筋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木酸形成层 也可以帮忙 补充的吗 还可以补充皮层 而且我们通常有时候 会把它叫绿皮层 所以 木酸形成层 是 木本植入的 经从棉筋走向老化之后 额外产生了一个新的形成层 所以 拜托 从此之后 谈形成层 请你讲清楚 你在讲的是维管素形成层 还是木酸形成层 维管素形成层的目的是在产生 新的皮部跟木脂部 而木酸形成层 最重要的是 要产生新的跑步层 木酸层 要来取代南枯的表皮 所以 上次我们去外面看的时候 那个 所有木本植入表面 你摸到的那个 其实都只摸到它的 木酸层 OK 所以接下来有个皮 我那时候有提到 树皮 从哪里开始算 当你真的把植入 木本植入的表面 然后用包地的方式 然后把它整个撕下来 它就会在那个金的表面的某个地方 裂的这么干干净净 所以 你现在从这些层次当中 哪一个部位有那个机会呢 在那个地方被撕裂 而且那个断层非常的干净 从那个地方开始算 就是所谓的树皮 所以树皮从哪里开始算 这里是混的 分不清楚 然后 所以 下内从这里开始算 维管素形成层以外 开始算 都是树皮 那维管素形成层很容易破掉 所以 你把植入金的表面 木本金的表面一撕之后 维管素形成层被你撕的质地破碎 所以这层就不要算了 因为已经质地破碎了 所以从维管素形成层开始往外算 所以树皮包括几个层次 这里面 活的 所以里面是活的 这个底部 往外 皮层 活的 活壁西茂满 这个不带了 这个不带了 所以 里层往外 木栓形成层 活的 而且它还有分跌能力 再往外 木栓层 死的 所以你看树皮总共四个层次 其实只有最外面确定是死的 只有最外面你看得到的那一层 确定是死的 其他往内的部分都是活组织的 所以树皮不是只有一个层次 它是由植入表面的四个层次所构成的 可以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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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前的同学可以来 应该十五分钟 可以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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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 bekommt 编研究 喔 当你一年当中 不同的季节 细胞生长 的速度不一样 如果 细胞发育很好 它就长得又快又大 对不对 但是 这时候呢 你去看那个 我现在有两个相同的范围 如果細胞長得好又大 那它的問題是什麼? 就看起來比較鬆散對不對? 跟細胞比較小又可以長得比較緻密 所以差別在哪邊? 這種地方顏色看起來比較深 這種地方顏色看起來比較淺 為什麼? 因為中間留下了很多都懂 所以你去想像如果在這個環境底下 這個只有一年到頭 年初年尾細胞生長的木質部 生長的大小密度有不同的話 那它就會由淺到深淺到深淺到深 對不對? 好,所以接下來問題來了 你叫新的木質部是靠近微管素形成層 還是遠離微管素形成層? 你按照它的分裂方向來說 微管素形成層才這個地方 它分裂出去的新的細胞一定僅靠著它 所以那也就是表示 越遠離微管素形成層的細胞就越老 對不對? 所以以年代來說的話 年代比較久的靠裡面 對不對? 年代比較近的靠外面 對不對? 鎮皮部為什麼沒有辦法形成像木材這種東西 因為很抱歉它在外圈 它的位置對它很不利它在外圈 而且我那時候提到 鎮皮部的細胞幣相對比木質部還要來得多 所以隨著精的產出過程 鎮皮部很不容易堆積 因為它細胞幣又比較厚 它又在外圈 木質部運氣很好 它在內圈 然後它的死細胞 它細胞幣又比較厚 所以為什麼只有它可以堆 它不能堆 鎮皮部的厚度之後 其實變化不是很大 幾乎可以施桶還是相橫的樣子 但木質部可以堆啊 所以木質部當中 現在呢 累積了好多年 假設我們把其中 一個年度累積起來的木質部 這個是一個年度累積起來的木質部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年輪 可以理解齁 所以在這一年裡面 累積的木質部的細胞都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一樣比照 那個年代久到年代近的話 應該說這個年初跟年尾的話 所以 離尾管出行程度比較遠的 應該是年初 對不對 所以內圈這個附近 應該是年初 所以它顏色就會像這種 因為年初長的細胞又大 那比較爽一點 那年尾呢 因為天氣比較遠 長得比較慢 發育速度比較慢 所以細胞比較小 對得比較密 所以顏色就比較深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 有淺到深 好 再往前追一個年度 有淺到深 那 所以這樣會算那個年準的吧 你知道 如果有確定有年準的話 你就去找 有淺到深 一年度結束 換下一年 有淺到深 細胞 由大到小 由大到小 一直反而出現 所以怎麼樣的情況 才有可能出現這種情形呢 因為它溫帶型的這個氣候 比較有可能 好 熱帶一年長 那個四季如春的那種 那個氣候都比較溫暖的 它比較不容易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 這個地方呢 氣候比較乾熱 因為乾熱氣候也會長得好 所以 黏乳不是真的之後 寒冷地帶比較會發生 炎熱的地帶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幾分 那看毒喔 因為它會認毒很重要 對嗎 還有 還是沒有 可以擺大毒嗎 快點 快點 很厲害 多了 開工 嚐了 可以 對 很大 更大 做法 非常難說 所以 很難怪 非常難 hospitals 將來 好,剩下三分擠了,留到下課,請慢用 所以雙子葉,草本金跟柚嫩的木本金,基本上它的微緩數都會是像這樣一個單位一個單位以環狀排列的形式 基本層次從表皮皮層,然後前遇到任皮部,遇到尾管束形成層,木質部,然後水 所以轉老化的過程當中,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年輕,因為你看它的木質部,這個仍然在第一年當中 水還看得到,很像你可能會發現幾年之後,三、五年之後這個水會消失 這個也許超多,如果當初年輕的金質這麼大,事實上更小 對不對?假設到後來,按比例來說,這個金有辦法長到這麼粗 所以你想像當初在這麼小,直徑這麼小的金的中間那個地方的細胞 到後來比例變這麼大之後,事實上已經變得只在一小部分 而且那個地方的細胞補不下去,所以可能會分解掉 所以水在早幾年還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時候它從 又嫩的金轉變成成成熟的金的初期 新的變化裡面,第一個,這個就是木酸層 有沒有?顏色這麼深,它是在強調它的細胞臂又厚,對著又密 不要忘了,它是保護層,所以細胞補厚有利於它的保護功能 跟著比較密,這看起來是索爾,包括我們的皮膚也是一樣 索爾的保護的構造一定是堆積的比較密的 然後,所以緊鄰呢,它的下面的這個地方 第一個開始出現顏色很淺的,那個位置大約就是木酸型層層 緊接著這個附近呢,就是皮層,然後呢,任皮部 然後接下來是木質部,所以任皮部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任皮部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微管束形成層,有沒有看到一圈 然後接下來就是木質部,誰暫時還在 然後,所以木酸型層層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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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本植物,在走向成熟的過程當中 獨特的,額外形成的一個新的形成層 如果你是草本精,基本上它就只會有微管束形成層 好,所以這個形成層要留意一下 都叫形成層,所以長在微管束這個地方 負責形成疏寶構造的,跟形成保護構造的 這兩個,基本上功能面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它們兩個分裂出去的細胞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雖然細胞的用途,無盡來是不相同的 可是,它分裂出去的細胞,往左邊堆,往右邊堆 基本上是都在精的那個直徑有貢獻 比如說我要維持它那個木酸層的厚度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在橫向上面 我們另外把這個要長橫向生長 所以橫向生長就夠健康 好,還有一個 然後上次我提醒你在那個樹幹的表面 你要去找一些裂縫,或者一些點 因為這裡面都是活細胞 那這些活細胞要不要透透氣?也要 好,如果你靠了葉子那個地方供應氧氣過來的話 這個距離有一點太遠 所以精通常會自己去解決透氣的問題 它現在滿滿的 因為它的新的保護層是死細胞所構成的 所以它怎麼給外面透透氣呢? 它就在木酸層堆的時候呢 刻意在某一些地方堆的時候呢 有一點鬆鬆的 它這個很難拿捏喔 你看,你堆的太鬆,病菌容易入侵,對不對? 堆的太密,透氣性不良 好,所以通常呢 就變成集中某些重點 放一些這種排列比較鬆散的部位 但是呢,又不會過度鬆散 然後這時候就會形成木酸層 就我們看到樹皮第一層 那個表面呢 有看到一些特殊的動、點、紋路、裂縫 我們就把這個做到叫做皮孔 那皮孔不一定是圓的 那一個是長條的 所以你們去看那個 最近那個很奇怪的 提早開花的山陰花 好,那個雞兒的穿湯出來 那個左右兩邊 有沒有 那個圓形的花臺 那個兩個正在開花的 看到嗎? 現在山陰花很奇怪,提早開了 好,你去看 櫻花、梨花、桃花、梅花 它們那個皮孔都是很穩 好,去看一下這張 不好意思把它聚起來 好,所以木酸形成層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後來成熟的過程在木門植物所形成的 好,好 那所以 到這是第二年開始 你看當初這是第一年 對不對? 它現在正在累積第二年 所以第二年的初期所長出來的這些木質布細胞數都很大 對不對?那你在對照過去的話 你看 這個細胞比較大的是年初長的 細胞比較小的就是年尾長 有沒有?好 好,那個比較套年尾長的應該是近期長的 所以它比較接近那個尾管素形成層 新的套外長、舊的套內長 所以如果再多長個量一年兩年 好,這也是第三年 好,所以第一年長的木質不在這邊 第二年長在這邊 它的第二年的那個結束的地方 好像細胞長得不是很好 第三年這個氣候差點不錯 你看第二年那個有點窄 好,表示第二年能夠生長的這個木質布累積的量 事實上比較少 第三年又開始長得不錯 你看那個厚度比第二年還要來得好 有沒有? 好,那個年尾長的那些比較小的細胞又很明顯了 對呀,所以如果這樣來條件主點的累積的話 那多一點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形成木材 好,那木材不一定是好的 你可能這個折磨那個樹枝 有一些一折就掉一下就斷掉了 對不對? 也有很難的 是密門、是致密的 所以木質布的排列方式 一般會決定它那個木材的好壞 好,加上有精油 好,應該有不過 好,所以這三年的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好,然後它還可以繼續再累積下去 它不會無限制的累積 因為有一些木材的木質布 基本上呢 它容易腐爛 好,那容易腐爛這種木材 還不適合做太高級的利用 所以一般像我們這種有沒有 你去看我們這個桌子 這種石心的木牌 你敲起來都很紮實 這木頭都還不錯 好 比如說塊的 好,那水 沒有消失的水 好,算了 大概一般在三年左右 你去看喔 水的比例會越來越低 這個地方接下來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也是一樣 離微管素形成層越來越遠 所以 後來呢 微管素形成層沒有辦法再慢慢繼續增加新的細胞了 所以 等到 正皮膚離它更遠的時候 這些細胞就死了 它是活細胞 對不對 這些活命細胞是活細胞 它一定需要水分跟氧分的供應 好 姑且 當作木質布可以一直供應它水分 那正皮膚離它越來越遠 所以這些細胞就會活不下去 後來就死了 OK 所以 剛才長大之後 有時候會留下一個殘留的能機 如果你有在路上看過那種超大型的拖板車 在那個圓幕 那種直徑片都這麼大的 然後那木頭 就是那個樹幹 中間那地方會有裂縫的 有時候就是這個地方 當年在消失的過程當中 它不小心留下一個縫隙 看不看喔 它後來會撐大了 所以如果下次有機會看到的話 就稍微看一下 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問題是 多年老化之後呢 木材 我們又發現會有兩個不同的層次 好 就是會有 好 這是什麼 櫻花 對 有沒有 都是飄飽的 這是平衡 下次看到櫻花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個側面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植物呢 長個十幾年二十年之後呢 慢慢的就會有一個問題了 那一些比較早出現的木質布呢 會因為它裡面的那些細胞 然後逐漸的撒濕水分的關係 所以它的顏色呢 可能就會逐漸的變深 因為含水量變少 那 您的維碗樹形成城這個附近的 這些新的木質布 這幾年的 好 然後相對來說 他們都還有在做運輸的工作 對 那因為含水量比較多 顏色就比較顯 所以後來呢 木材累積久了 多年的 我們發現整個木質布可以再分兩個區域 它有些維碗樹形成成的叫鞭材 在核心的地方所形成的叫做鞭材 OK 鞭材跟鞭材的差別是 一般我們是這樣子來看 鞭材還有在做運輸工作 鞭材已經沒有了 好 所以這時候鞭材很麻煩 因為鞭材萬一不耐腐爛的話 通常會有些從這個地方開始腐爛 然後發生了一個植物叫骨鏈 如果有機會看到那個人家在清除那個骨鏈的時候 那個一去 骨鏈的樹幹中間很容易爛掉 因為台語那個老一輩的鐵 它有一個名字叫做鞭材 這是鞭材都爛掉了 你知道這個植物嗎 開花很漂亮喔 可惜木材很好用 所以當一般材燒很好 那開花很漂亮 然後結果實的時候很像那個龍眼有沒有 一長就一大串的那種 那個體育場那邊一大對不對 好 所以鞭材跟鞭材的話 一般來說 隨著這一顆木本植物的年齡的逐漸的增長 我們把它當成鞭材的厚度 大致上不只能維持一定的厚度寬度 那可是鞭材呢 卻可以不斷的累積 對不對 所以假設這個植物 二十年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那一百年的時候呢 你就會很明顯看得到 它的鞭材的厚度 可能沒有太大變化 可是鞭材比例增加了 所以只有鞭材可以再繼續累積 鞭材是會維持一定的 應付運輸需求的那一個部分而已 所以鞭材的比例會逐年的增加 但鞭材呢基本上 它的厚度 濕質的厚度 可能會有明顯的變化 或者它比例會逐年的降 所以你真的要用木材的時候 請問哪個地方可能會比較好 還是鞭材比較好啊 因為含水量比較少啊 對不對 但是浪費的鞭材也很可惜 對很多木材 你看那個那個木 那個 剛講那個原木買進來的時候 通常會堆在某一個地方 堆個幾年 讓它鋪材一下 讓那個鞭材的水分 可以散失掉 這樣的話這個木材會比較好用 木材不曬乾 很可怕喔 如果你家裡面有原木 曾經發生過這種事情 就是買來的時候很漂亮 然後沒過幾年之後裂胎 或者是那個捲起來 冰臉捲起來 就是會有環礁這樣子 那個其實通常就是打出 一開始的處理就不好 好 好 OK 所以年倫 有沒有 這是內 這是外 對不對 所以在一年的年倫裡面 這一個部分是 這要是一年的年倫 這一個 這些比較大的細胞 是當年春夏期間所形成的木子木 這邊 比較小 比較密的 這應該是秋天之後 尤其是進入冬天 冬天的話 就看季節 有些地方冬天就長了 所以大概從秋天開始呢 當天氣轉比較涼爽 甚至寒冷的時候 細胞長得比較小的 就不會在那邊 然後一直到 停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會停著 然後等到隔年春天 適合生長的時候 又來一次 對不對 所以 開始到這地方結束 開始到這地方結束 所以 如果它的 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 夠明顯的話 那就可能可以形成年倫 如果氣候變化沒那麼明顯 就沒有 OK好 然後所以再分 同一點的年倫裡面 年初所形成的木子 通常我們叫早材 年會所形成的 就叫做晚材 那你再把它括號 因為早材通常是 可能是春天就開始生長了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把早材 叫做春材 然後 把那個晚材 叫做秋材 或夏材 因為有一些地方 基本上是夏天開始 生長就很緩慢 那你們比較熟悉的 溫帶氣候是 秋天開始長得比較緩慢 所以它有時候會稱為 春材秋材 那名詞很多說 就是 那個木材 才可以分邊材跟新材 對不對 然後呢 不管邊材還是新材 不管邊材還是新材 都有年倫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 然後同一個年倫裡面呢 又有那個 那個 年初生長跟年尾生長的早材跟晚材 所以早材跟晚材 架起來才是一個年倫 好 這些比較明稱上 還有變認的問題 大概就這邊 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個 上次給你們看的 看的基本上應該有影響 像相思樹的話 年倫也還算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呢 另外一個就是章樹 因為章樹是台灣 從那個中低海拔到中海拔這個附近 很重要的資源 那 台灣的章樹算比較可憐 因為這個 利用價值不錯 所以 山區裡面真正比較原始的這些章樹 事實上大部分都會坎人 所以偶爾會留下來的 都大型的 老的 會比較少 大概就是年輕的一代的 所以你去看那個章樹的年齡 而且章樹的木材還不錯 可以來做傢俱 所以你可能聽過那個 牛章木做的傢俱 你們 或是一般章木做的傢俱 就是這個 他那個材還算OK 好 所以就是年倫 邊採的地方 其實我給你們看的相思樹 還比較明顯 所以附近大概就是邊採 然後這個地方是新材 看出來沒 這樣OK齁 好 這棵樹 以他所長的期間 基本上呢 都還不錯 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年倫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有新的年倫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去紀錄 這棵樹的年紀 對不對 好 可是除了紀錄年紀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 一個情況呢 因為 剛剛提到的 這個是不明顯 對 就是這個 你看這是第一年長的 它實際比較充足一點 所以第一年的年齡有這麼多 第二年增這麼一點點 第三年就變寬了 你看 OK齁 所以 也是說 如果你從 年倫 它所實際 佔的這個寬度來看的話 應該可以 推論 當年度的整體的氣候 對植物的生長 是有力還是不力 對不對 年倫比較厚 表示當年的生長條件還不錯 對不對 如果那個厚度比較薄 那表示 它生長條件就比較差 這氣候條件的配合 可能是氣溫等於雨水 因為雨量衝浮也是很重要的 這樣看看齁 所以 連著裡面除了推測年齡之外 另外一個 好 第二個 氣候變化也可以 那 再來就是說 因為植物在整個 對外界的氣體交換過程當中 如果這個 大氣當中 含有一些特定的成分的話 有時候會伴隨著植物的透氣性的構造 像氣孔進來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殘留在那個 年倫肝中 所以你還可以去做那個 年倫上面不同年 累積下來的化學組成 也有可能會有一些差別 但是基本上 就要做比較靜音一點的分析了 好 另外一個 大氣的成分 有時候也可以記錄在那個 年倫肝中 好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 就是在研究森林的人 他們非常在意一件事情 有很多的森林 他們會來一招 就是他為了要促進這個年齡 這個森林的樹木的更新 有一些森林的組成的木盆植物 如果是容易燃燒的 比如說送樹林 送樹林的話 他累積了送針 就是葉子 有時候呢 他的累積可以很厚 然後有幾個森林是這樣子 你走到那種森樹林 你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那個地板 就是踩在地面上 是鬆軟的 有不同的感覺 躺起來是很舒服的 然後很乾淨的那種 可是你去想 如果累積一個松針 有這麼厚 一旦呢 陽光曝曬的情況之下 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能會累積一個 非常可怕的能量 因為燃燒 依可蘭霧 我現在有這麼豐富的可蘭霧 噗濕落葉層 結果呢 他不容易腐爛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環境裡面 有時候可以乾燥 不見得容易腐爛 所以那個松樹的葉子呢 假設累積這麼厚 陽光都不在 然後呢 溫度一上來之後 對不對 一旦達到燃葉 周遭的空氣的配合的情況之下 那是不是開始燃燒了 好 麻煩來了 我現在呢 病變成這個地方的松針 可能累積這麼厚 很快就燒了 松樹的樹皮 你看我們光屋頂旁邊那一棵 松樹的樹皮 他那樹皮很厚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又是死細胞 如果夠乾的話 這個也可以燒 對不對 然後松樹的木材裡面 含有精油 精油又是易燃燒的東西 所以你想像 這時候整片松樹頂 是不是可能都會燒起來 所以台灣的幾次國灘公園裡面 就發生松樹的 松樹頂的燃燒 那一燒呢 那種都是用幾十公頃才算 好可惜喔 一燒幾十公頃 可是後來再研究這個 森林生態系的人 他們發現 其實有一些松樹林 他可能六十年到一百五十年 他就要燒一次 他就會一直自己去累積那個能量 累積時間到了之後呢 就要燒過一次 那燒過一次 你要覺得森林燒掉很可惜 可是那個是一個新的世代的開始 你把上一代適當的乾掉一些 才會讓下一代有發展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是一個促進森林更新的一個手段 也許殘酷的一點 所以如果說 國家公園或者是一些自然保護區 發生像這樣的事情的話 這種火嚴格來說是不應該救的 假設它是自然發生的話 你其實是不應該救 你可能真的就是幫它燒一下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它在土壤桿中遺留下來的種樹 才有可能有發育的機會 OK好 那這時候過頭有時候 我們會心裡面癢癢不舒服 所以這時候就開始滅亡 美國黃石公園 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那些很有名的 全世界國家公園經營的時候 一個參考的手段 就是他們發現有一年呢 那個 因為美國發生森林大火 應該小時候也聽過這種例子 那現在發生大火的到底要不要救 所以就有兩派人 一 救 不管了 不管它什麼原因就是救 這樣子 另外一派人呢 這個比較堅持 你要讓那個自然界 有一個更新的力量 所以不救 那救跟不救還在草的時候呢 發現那個天干故遭風勢助長 所以原本 預計的燃燒的面積 發現了倍增了 這時候救不救 那那個 講說不救的 就是生命就變得弱勢 那要救的聲音就變得比較強勢 所以後來就切入了 就開始救了 因為不得已 一路的壓力也會 也會讓你不得不動作 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真的救了 後來運氣不錯 果跟果就撲滅了 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炒 你這做法就錯了 你們可以不救 你看一燒之後 你本來說什麼 假設燒100公頃 現在燒200公頃 請問這個問題誰要砍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炒 開始那個救著這樣子 結果 炒完了之後 這件事情大家有不了了事 因為每次森林大火都會炒一次 這樣子 後來呢 隔二幾年之後呢 他都發現 那些經過森林大火燒過的地方呢 很多這個會燒得乾乾淨淨 就剩下景客這個燒 燒焦黑的那個土 什麼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 感覺那個景觀有點淒涼 可是隔二 大概第二年到第三年開始呢 這些燒過的地方 開始長出大量的草本植物 那以前呢 這個地方那個野生動物的出沒的頻率 非常的低 後來燒過之後呢 這邊那個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 他們發現呢 大量的草本植物進來 然後大型的肉屬動物也出沒 所以導致這個地方呢 那個動物的多樣性變得非常好 所以你們這樣到底要不要救 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例子 很不巧的 在玉山國家公園發生過一次 有沒有去過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加遊客中心 你記得這個名字 很奇怪的地名 左南投那邊進去 往那個水里 那地方 東浦 上去之後 有一個塔塔加遊客中心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好 我纏了些點 那個 那個遊客中心的停車站 往南邊 往東南邊 你看那邊 以前有一片森林 也是發生過森林大火 然後也是在那邊炒 就要救 救這樣子 這個 國道公園就強調 這是自然火 自然發生火 不該救 那一樣 那外界的壓力就是告訴他們 你一定要救這樣子 然後 這個一口氣燒在四十公頃 還是八十公頃 好 然後隔年而已 只有隔年 因為它氣候比較不滿 隔年之後 後來地面的草本 只有長出來之後 你還可以看到那個水路出來逛街 只可惜 你沒看到它有些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大型的草石動物 開始在這地方觸摸 OK 所以救不救 有時候 不是用你那個 人為膝蓋想一想 就覺得 這件事情就該了解 有時候這可能需要 有一個比較緊密的這個思考 好 所以 我來這個解釋完就好了 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這個年輪 當 假設這棵樹的時候 在三十歲的時候 它不小心被燒到 沒死 所以 整個樹幹的某一個地方 被燒到焦黑 其他的地方保持完好 OK 年輪大會有一些樹 樹幹 可能看起來就是明明有受殘 但好像時間過久了 那山口變得比較不明顯 好 類似這個道理 如果這整個樹幹的表面呢 是有局部被燒掉的話 你在給它一段的時間 旁邊的這些 形成層 它將來可能會把那個山口給掩蓋了 OK 所以它三十歲的時候呢 假設被燒過 然後有個地方呢 有一些瘦子 結果六十歲的時候呢 那個山口完全被掩蓋 那你一百歲的時候 你完全都看不出 它曾經被燒過 有一天呢 有一個人寫寫的 拿一個鐵的管子 中間是空的 然後裡面有螺旋 然後接下來把它鑽進去 然後抽出來 這是一個木條 這是算那個年輪的方法 就一抽出來之後呢 它發現 從這地方鑽進去 基本上 所有的年輪都沒有斷層 從這地方鑽進去之後 有出現了一個焦黑的斷層 對不對 所以兩個一箱比較之後 這一條可以告訴你 這個樹木的時期的年齡 這堂鑽進去 出現焦黑的斷層 會告訴你 這棵樹木曾經在多少年前 這裡有被火燒過 這是一個紀錄 整個森林歷史的 一個很重要的資訊來源 而且還可以推論 這個森林的發生火災的周期 這樣 OK 好 其他細節 下禮拜三再講 拜拜 就行 誰會在家裡 但是我們不知道 還夠了 我覺得 在家裡 你不得了 我們在家裡 他會不買 tragically 可不可以 你不得了 不同的 通常 這個 很小 自願